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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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四集 《球星居座》的時間 上次玩得過癮 不然有三部吧 玩到吃飯 有Edy Vienna 和我Roy 我們球星台有一個slogan 要歐洲有歐洲 要美洲有美洲 百年美洲的國家盃 到了今天 其實之前已經是曲了人散 球王美斯又射失了一個十二馬 令到智利衛免成功 連續兩年都要美洲國家盃 這場球智利和阿漢廷打和了0比0 到了十二馬階段 智利贏了4比2 美斯就射失了第一球 其實我覺得不用罵他那麼多 因為始終他第一球射失 智利和阿維道也是射失了第一球 之後才被山路射失了 我現在又被人罵二十年了 射最後一球應該被人罵 可以聰明選第一球射 可以說回其實今屆阿根廷都踢得不錯 他每一場都差不多大炒 六場有了十八球 失了兩球 不如說對方差勁而已 你想想美國可以進入這個Semi Final 是不是有點離譜 他也有主場之利 美國人幾時學會踢球 現在也不差 未去到以前的水準 不過他這個美洲國家盃 其實相比起歐國盃 真是進攻的 不斷地來 入球是多誇張 是啊 智利長長炒人 七球炒墨西哥 你看到我害了 是啊 美斯今屆說一說他的表現 其實他都入了整個五球 射手榜都去到第二位 但是他在賽後發表了言論 就說他要退出這個國家隊 其實是說他29歲 但是其實他已經代表了阿根廷是113場 等多兩年就踢世界盃 31歲都不是 還可以有一群 現在轉型踢法 其實也挺耐心的 真的去到這麼絕望 你可能覺得很desperated 你明白嗎 世界盃虧了給德國 不要緊 想不到這次又來 美洲盃容易接近一點 對呀容易接近 你怎會弄成這樣 其實很慘 智利和阿根廷 被他們完全不入流 如果是世界級來數 那倒是 智利也越看越好 近這幾年都挺不錯的 很少可 真的很少可 因為美洲盃 這個八年美洲盃 是一百年才一次 很少可說連續三年有個大賽 有一個球員能夠連續三年大賽 以主將身份 去到決賽 都是輸球的 連續三年是三啞王 真的很為黑 真的很為黑 對呀 我想這個其實他心灰意冷 心灰意冷 心灰意冷 有時運動員的心態就是這樣 經常以拉命以拉命 真的見到那個人 有點害怕 不要出他 但又是你 不出他可能機會大些 有時運動員好像命中注定 還有一個黑星對付你 就是美斯 就是你 我贏盡之下就是贏不到你 施朗對著美斯 贏盡之下我就是贏不到你 那種感受是有這件事的 之前都說過 其實美斯球王 在球會級的比賽 但是在國家隊 他是沒有威過的 奧運就不算 U23 之前在美洲杯 2007年也拿過一屆亞軍 你想想他的隊友 他在巴塞隊友 尼瑪 假假的拿過洲際杯 蘇瓦雷斯也拿過美洲杯 他自己 什麼都沒有 其實真的挺懶惰的 我就在想 其實他會不會 好像上次 施朗和了冰島之後的言論 其實他不是輸不起呢 會不會是 其實未必完全輸不起 我覺得是他自己 對自己沒有很信心 就是好像覺得 我在一個地方我很威風 我在聯賽我打得很好 但是硬是 不知道我黑著國家隊 還是國家隊黑著我 所以就自己抽身出來 我還是不要拖書押出來 要不你拖書我 要不你拖書我 要不我拖書你 那就算了 但是 大賽 我當一個州份的大賽 世界杯 接著吃到 你中間兩年的 通常都會有這些州際比賽 其實冠軍是一個 很多球員都拿不到世界杯 你不可以這樣想 因為他是美師 他是球王 他是球王 你只有Number 1 你有料的人 你才會想著向Number 1邁向 你找港隊跟他說 拿世界杯一份唱 就是要禁球獎 就拿得最多是他 就是 近十年來講 所以他才有這麼大的期望 所以你看到當然阿蘇 雷斯菇 為何他這麼生氣不出他 我有這樣的實力 為何你不讓我走 因為他覺得他可以做King 你又不見中國隊 打算自己做到King 他打算是 他打算是 他打算是做龍 有時候你是去到那個 知道自己有什麼能力 所以才想去到盡 想去更加在乎這個杯 然後你變得又是一次失望 等於你不停追求女 追求同一條女 追求完又失敗 追求完又失敗 他不一樣 他是不斷追求女 追求極都差一點 追求極都差一點 就是欠牙 已經欠牙了 想完來 真的想要走 因為你有矮子 又是左腳 就自然找馬拉丹奈和他一起比 肥馬拿過一輛世界杯 最慘的是馬拉丹奈 賽善說 你們今屆贏不了就不要回來 其實他壓力很大 為何心悲異難 就是因為廚姆看重他 主重他是米 你求和美斯來 你應該橫掃 當然你要看看他後面那群 那群人才會後火 你跟歐洲比 其實他不是很平均 前面真的很強 前面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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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前沒有後 例如你有心悲異難 再看回其他各方面 他為何退出 身體那方面 我覺得他上屆世界杯之後 其實是比較好 大家記得了 四年有四年 勾著踢 都踢到 所以他可能又想到 你打這些國家隊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好處 其實第一錢不多 錢差很遠 然後還要被人罵 今次這球十二馬 我不知道他將會被人罵多少年 其實被人罵得很金 壓力又大 因為每個人都看著這個傭 想著這個傭 可以帶領到整隊 可以拿到 Copa回來 起碼拿大賽冠軍 不要空白 不要只拿來 歐聯西架 其實他的壓力 承受很大壓力 但他自己亦給自己很大壓力 因為他自己相信自己有這樣的能力 他真的有 然後如果我覺得是比上我 我都會覺得很憤怒 真的不知道誰不理會誰 他又不幸運 有一個隊友的希古恩 每次都是他炒粉 那些彈刀 每次都是他 每次都是他 但譬如你現在就說 心灰宜蘭話是怎樣 有些人就會覺得 美斯有承擔 如果是施朗的話 他又不會這樣做 繼續霸著來踢 其實我覺得這麼早落定段 我來覺得是有效話 距離西架不兩年 如果這兩年 阿根廷是非常不濟的 你說那些人 是不是會求美斯出來 其實這些 這些都是 很夠阿根廷的 這些都是試過的 我們經常都說阿斯丹 斯丹04勾過一杯 出局之後 他是退出了 但在06年的曬杯俄圍賽 當時發覺成績不行 所以就叫他出生 他叫兄弟 包括杜林 有些情況是相似的 因為現在 阿根廷的朋友 全部都說一起走 阿古盧 阿賢奴 阿賢奴 迪馬利亞 那些都說一起走 那些走真的 整個阿根廷 成對阿根廷的 已經說不出名了 我們可以說一下 先說 國家隊 他現在退出了 當他真的退出了 連同他的朋友一起退出 其實他整個國家 又有什麼影響呢 我想他國家隊 其他阿根廷的球員很興奮 等了這個位置很久 其實是的 你好像 美國那隊Maroon 5 你認識主任 其他就是他的朋友 你都不知道是誰 在國家隊 我本身 我都是球勝 阿古盧那些 說了 英超 我去到國家隊 都是傍人 只是阿根廷等於美斯 所以 想不出其他人 所以其實 可能是這個 這個傑 這麼多年 都是差一點 差一點 可能就是 他走了之後 變相就是 改朝換代 還有一個新的 新鮮感 我想先給球員 都會是這個原因 因為 在這個年代 你發覺現在 比較上是 演出穩定的國家隊 其實是沒有一個球王 你在德國 其實你不會說 有一個人 是打光的 是不是 你想想 意大利現在 其實你前面那些 是不是真的叫什麼 球星 都不是那些 但是 譬如你上屆歐國盃 你有個巴洛迪利 可以射球很漂亮的 射球 但是他又可以完全 無中無影 可能這一方面 就是 變相可以令到 國家隊 有一個新的氣象出現 就橫顧 比如美斯 個人影響 當然是好的 我覺得 如果以他想教 踢下去 因為他以前 小時候是豬魚仔 吃了很多藥 不知道他的身體 還是怎樣 可能他到這個時候 踢少些比賽 因為周居羅 還要去南美 飛來飛去 西班牙走去南美 就是 很簡單 只要飛美國 再飛下去 很簡單 只要飛美國再飛下去 你飛一次 你不斷堅持飛的 一年上 其實也好 你起碼還有兩年時間 準備世界盃 看看你接下來 阿根廷 會有什麼新星出來 格案觀壓火 因為他們有很多人 出賣 難道美斯說 復出你們不給嗎 當時的球員 教練說不給嗎 當時說不行 要求美斯出來 就算 是你們求我 拿不到 不關我的事 變相壓力 真的沒有那麼大 真的 我們經常都會比較 美斯 和 斯朗拿到 其實在金球獎 即是以前的 世界周圍先生 現在轉了做金球獎 其實只有兩個人拿過 只有這兩個人拿過 但是他們 在這個國家隊的成績 都空白 斯朗在2004年歐國盃 都是拿過亞軍 他們從來都沒有威過 但是 金球獎只有這兩個人 我還記得在2010年的時間 西班牙看到曉飛 我們很喜歡的沙維 當時呼聲很高 甚至乎 我覺得史萊達 紫尼達 都是荷拉 都是很應該得獎 但是還是沒有份 其實變相 現在 國家隊 是否不太重視 或是不太好看 其實你去看世界盃 如果有些茶餐廳看球 你經常聽到 這個阿伯 找一對巴賽出來 搞定他們 我踢得好過你 其實現在 因為聯賽的水準太高 每個人都看聯賽 你看看國際盃 你這麼差勁 雖然都是美師 雖然都是那些人 但是 為何跟巴賽的表現相差這麼遠 因為 在歐洲 其實會比較好 最主要有些 有些球隊的老闆領隊 是喜歡 那個體系 就是那些人 例如西班牙踢到曉飛 就是巴賽系 坐幾個和馬 就是旁邊幫忙 但是 你在南美 通常全部都出賺錢 你看世界盃 就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 你歐洲球隊 會比較有紀律 但是 你美洲和非洲 是亂交來的 就是國有國踢 一來他們 沒有時間去配合 二來就是 他們根本沒有一個戰術體 就是球旗 那些民族特別自私 個個都想做王 個個都想出位 剛才你也說得很對的一件事 就是在聯賽上的水準高 再加上 有一件事叫歐聯 歐聯 那個獎金 那個知名度 令到所有球隊 買重了 所有好位球員 你想想 如果你是一個阿根廷 正在踢聯賽的鬥蹲球員 嘩 今時今日 我在一個COPA 裏面 我可以出到世界 即是被全世界的視線 看到 我當然是拼了老命 替了 而你明天買了我 我去踢巴賽 那我就發財 大家心裏面有這條數 所以大家都不會 大家不會用一個team spirit去做 因為大家都想自己自來身 還有 代表國家隊 其實跟你做明星一樣 我很恨做明星 我做到明星 我跟別人說 我很不喜歡做明星 其實是這樣 我很想代表我國家 我代表到了 出了位了 有人買了我去歐洲 那個目的就被人買了 嘩 我每季打成六十場球 大哥 你這樣折磨我發飛來飛去不肯 錢又很少 真的很少 一個星期 那些覺得十幾二十萬磅 周身 大哥 你踢球只有獎金 出場快那些很少 其實 只是打一份榮譽 美詩你踢到現在 你又沒有榮譽了 就被人取笑 叫他拍三話廣告 大陸的三話 所以他退出 真是 真是壞的說 他叫自己貼錢買爛壽 是啊 真的貼錢買爛壽 你想想 回巴塞做皇帝 他逼得丁屎這麼多錢 都未夠他的女婿 大哥 喝咖啡都未夠夠錢 巴塞就是皇帝 有很多人說 你都未拿過世界杯 你不算球王 很多球王沒有拿過世界杯 很多都是這樣 亦都說 你一輩子在巴塞 因為是巴塞保護你 隊友能夾到你 你試試踢一下英超 特甲 很多年前已經開始這樣說 其實需要證明自己 萬聯打巴塞 你說你在歐聯 已經看到很多次輸給他 英超 決賽輸兩次 所以他其實是否不需要再去證明自己 其實很多球星 你作為一個球會的指標 一個球星 Icon 他們不會去其他地方賺錢 他不需要去其他地方證明自己 你還可以多一份 我一個忠神 我只是要服侍一間球會 現在球員轉會 其實說就說是挑戰 尷尬也是錢 其實都是想要多賺一點 因為轉一轉就差很遠 大家轉工都知道 美斯這個決定 大家知不支持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我會覺得支持 第一我覺得整件事給錢買爛售 第二我覺得你們會不停罵他 因為這個十二碼 給了他很大的壓力 人的思維和身體上 這樣看國家隊其實是很大的損耗 不如趁離世加布還有兩年 我先退出放冷水 有人替我便替我 替不到他自然會找我 因為他始終是一個球王 他不怕沒有人請 我自己就覺得 他可能是踢完之後 那一刻而已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說得出來做得到 其實收回成命都很容易 或者這些是公關鋪派 即是他去到現在這樣 或者退出 我覺得都對的 但是其實他可以嘗試過四十四碼 但是他去嘗試過四十四碼 又坏了怎麼辦 我亦相信他的實力 和他可以越打越後 派路也可以 打了三十幾 我想他肯定的三十四碼 阿根廷都依然會選他 下屆四十四碼 下屆的美洲盃 都會他在這裡 我都覺得他作為一個精神領袖 但他退出就刚才所说,换来一个新气象,或者他个人的释放 对他和对国家队都好,你们想上位就上位 上位就好,踢不出来就找美斯 也是插他 我觉得美斯踢了这么多年国家队,又踢世界杯又美洲杯 其实会不会这群队友不能夹到他 一年都见不到20天 来来去去都是他的队友 那些全部都是他小青妹踢的朋友 没有一个跟他同球会,除了马斯查人楼一个 踢这么后,一个踢这么前 其实未必说美斯踢得不好,发挥不了 那群队友未必能发挥得到 我觉得其实是,他很技术,但他不是个人化球员 他绝对是狠传球的人,他不是独食的人 但是他在国家队的定位可能就是模糊 让你自由地踢,但他那群队友都是很自由的 全部都是当对明星 每个都任你怎么踢,一个没有后面手 所以就变了不夹 那群人我来做二佬的,都不会踢 有理美斯一世都是怡老的 亚古鲁迪玛利亚那些全部都独当一面 那些古鲁迪玛利亚那些,全部入几十球的一季 我来到去看美斯大佬的面色 其实做阿根廷和巴西领队 一直都很难做 因为里面有太多明星 现在巴西的难做是没有明星 很厉害 美斯就说到这里 欧国杯,即是美洲杯 欧国杯就进入童泰赛 刚刚打到八强 我们先学别人回顾一下 先说一下有什么感觉 其实分组赛之前也说了一点 比较上是因为赛制 亦因为队数 令到球队不太进取 但是这个趋势 再加上强队有点失落 令到弱国都压在头来 我们去到十六强的时间 开始看到少少的距离 开始有点距离出现了 但是第一场要丟 就是黑罗地亚对葡萄牙那场球 你扭一百多分钟 一脚楼门都不中 你踢什么的球 对不对 你说就说守 那你守 我想就是攻守 攻守 总会有一方面射球 就是找手突击上路 大家缩一下等他来才攻 你反击不了 那些玩手手 不去 不去 够中了 我觉得这些就是摧毁了足球 计数计得太多 你变成这样的时间 你完全没有下足球 分着的 很慢的 八二分钟 你去到最后 一比零 这样才入球 才了解了这场球 其实大家都不想踢了 去到那个位置的时间 威尔斯是狗正气 我觉得 他也是一贯的 英式的踢法 我觉得都挺OK的 威尔斯和北爱这两队都是值得看的 都是铁血 你喜欢看肌肉 你会令人觉得有惊喜 你明白吗 这两队的表现 就是 它是像以前的 传统英式踢法 那一队 我烂打的 你起码肯带一下球 射一下球 你起码肯带一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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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多久 你防茯 起码我觉得 从你反击那一下 从中场到禁区 那五秒我感觉很爽 法拉莉冲上去 我也是个人 我期待你每一天 巴莉 也使得 你看到奴博你很期待 他怎么办 这个我都觉得会有趣 在 Pentium 但是你放手 就没什么乐趣 德国也是发威正常 意大利 这队真的很想要赞他 光中要做 搞定西班牙 我昨天看過時髒話都飽了 但我也覺得值得輸 西班牙絕對值得輸 剛才說過的道理 四年前在決賽中一坨屎 被西班牙炒了四球 四年之後 西班牙換班 真的沒有以前那麼大聲尾 但我真的要稱讚迪基亞 很厲害 昨天六七個射門 哪有那麼多的 全部撲到 我真的要大讚迪基亞 他也很慘 在曼聯會被人省 國家隊也被人省 但你覺得做得最好的成隊只有迪基亞 西班牙究竟能穿得到嗎? 為何整晚速度不懂得變 只有一個速度 還有一個問題 永遠去大波 拉門的時候沒有人幫 那些人在哪裡 每個人都站在這裡 反過來看意大利 一共有四五個人準備幫你 一陪防洛六七個人同場鐵壁 其實你是很難 正乘波正路 你自己都不協調 還有那些人 有一段影片拉上線 防守站位 是封了你的路線 封了你的路線 可能是他幾個一籌 封了你的西班牙路線 西班牙就好像不懂得動 整個組織是很漂亮的 西班牙還把車拿著二波 當然是突不了圍 你是不是要駕五波 如果是完全打開二波 就打開二波 這些其實就是 一個國家隊的命運就是這樣 當年 法國國家隊在九州辦一杯 才贏完 然後在00年歐過的杯 00年 在02年 進了這杯 那就是他的王朝開始沒落了 國家隊很難 維持十年 都是那麼厲害 你不會看到有一隊是這麼厲害的 德國比較穩定 但他們都要經過幾年 用新人磨出 你還要計算一對 德意志民族的性格不同 西班牙就真的是 這些球員 非常自由加熱情的人,以及這些得以致民族的 又嚴肅,又保守,又穩重,又冷靜,又有紀律 球員到你想睡覺,但入世界杯決賽州的歷史是最多的 你又催促不將,即是一個穩定的成績 是的,即是一個很悶的成績 西班牙那群球員,巴塞和黃馬,其實他們拿得太多 真的拿得太多,在他們心目中侮辱那團火 當我拿了一杯歐國杯,我就拿了兩次 我還有什麼想法呢? 我還有什麼心想踢好這球呢? 你真的沒有了鬥心,我覺得最慘是這件事 因為你一個球員,你拿過,你自然第二次就沒那麼重力 世界杯歐國杯,拿一次就夠了 最生氣的是,當你輸第一球之後 你見不到他們是著火的 你通常輸第一球,我立即要追,全軍湧上去 講一下著火的感覺,他們是沒有的 意大利,很奇怪的 他永遠,他最被看淡的時候 他就很有驚喜 但這二十年來,我看意大利 他的組織真的很漂亮 我認為他們算數很厲害 對,真的算數很厲害 大賽真的很適合 不是他,而是德國的那種計算法 你真是催他不將 主辦各法國,京圖蟹朗 很多人說是劇本,讓你倒閉 然後每個人買重愛爾蘭就讓你追回 贏球輸盤是最多的 不特別說了,說一下英格蘭 我真的很慘,我去坐單爐買兩件T恤 有個袋子 英格蘭有個英國旗,還有阿根廷 兩個都輸夠了 我之前那個英格蘭我等了出局 一開球就先進入球 四分鐘就進入十二萬 真的打算叫他回鄉 那個史達寧就播了十二萬回來 朗尼進入球,打算尋起陣 這次還在慶祝,已經被人入球 十幾分鐘被人追兩球 之後被人手榴彈扔進去就完成了 我覺得真是很低水準 如果你去到這樣的國家威水平 被人用手榴彈戰術 雖然他撐後的東西挺漂亮的 但我覺得其實防守很低水準 你看回第二球,又是全部都站在那裡 我以為對面那裡才是英格蘭 這裡是冰島 我想第一件事問你 史達寧不是叫他執拾包袱嗎? 可能是籌足 為什麼他又落場? 學神啊 學神沒有份給錢 因為他又落場 你明知道這個球員是不行的 你繼續讓他落場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看不起冰島 因為他們就是在想打法國 他自己看不起冰島 好了,先把我的猛人收住 用一些弱的猛人的猛人 都能撒到一顆就贏了 但這個陣容只是學神最喜歡的陣容 投兩場的外匠 他下半場還要出外輸阿契仔 出足他,他真是很厲害 所以學神辭職,我覺得是好的 不辭職也會被人打死 輸給冰島 你知道這個世界有些國家 尤其是體育上,你輸給他 你不切腹 你真是對不住 拜託你吃到英格蘭全部回家 耕田 別人有多少個月要踢球 你告訴我 一個33萬人口的國家 男人值極其量執入6萬男人 老中又亂,計算16萬人口的地方 你竟然輸給他 還要懂踢球 12個月裡面只有冰天雪地有10個月 只有兩個月可以生到一些草 那些草快可以踢球的時候 他又落大雪的時候 你哪裡會懂踢球的這些人 你竟然輸給他 你是不是可以回家耕田 他還要連國內聯賽也沒有 在冰島 你剛才說33萬 有3萬人來了看球 我當那3萬全部女人 你只是一半男人而已 然後還有23個 真的是23個神 他們全部都是什麼神 而且那些人是有空到沒有聯賽 沒有人要到外面的聯賽 不會要他們的 自己國內又沒有聯賽 有空到一早已經有 最早他交人名 最有空到 你怎麼選的 因為沒有選 第一沒有選 第二 他們全部都在那裡 只有這麼多 極其40個裡面選23個 你想想 因為還在選古裝神 你想想古裝神幾年前 他那個領隊 是足球界許廷肯來做牙醫 只是聘請旁邊教球 一樣行 這次完全是被一對業餘 打倒你的足球王國 歐洲的足球王國 英格蘭自稱是足球發源地 有幾多年來最強 英格蘭是幾多年最強的 最興奮的英格蘭 這次真是非常經典 這麼多年的英格蘭 未試過輸給冰島 我一開始想 看見英格蘭 以前由星光一一 真是叫星光一一 一直都解決不了雙特問題 或者迫行得個斬 但是你去到現在 你都沒有這麼興奮 會輸給你這隊不會踢球的 先聽說一下 他現在這樣 我想沒那麼重星味 應該平實一點 但是最慘的是那群人都以為自己是球星 有錢就是這樣 有錢就是這樣 我們再說一下 其實八強我們就不太多猜測 我自己覺得 德國和意大利的勝方就是今屆的冠軍 我覺得這兩隊 只不過是太早碰頭 但我不知為何 昨天傻傻的 想一想 落法國 不 我在想葡萄牙會不會 誰滾上去 滾下滾下 對 因為我叫賠優又OK 我心裡想 這位葡萄牙會不會裝模仿呢 之前 我覺得葡萄牙打比利時也不擔心 如果真是準級的話 真是比利時準級的話 我就是他想冠軍 我只是想賠優賣 我覺得沒理由對葡萄牙打決賽 入到決賽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他那條線真的很容易走 你現在看到他那條線 反而你現在看 你現在意大利 德國這些 簡直大家在割我 我當你打完 打完就去到決賽殘 你看到你意大利的線 先打西班牙 接著要打德國 大家都在割血 互相消耗 只有他那條線 你說他最困難 你說他很搞笑 到死去 要數得失球出線 是真的很噁心 但是你又有一點吹他 有一點鬼 有些鬼計劃在 因為他這樣的位置出線 他才面對不需要 在這麼早的時間面對這些強隊 那條線 最容易走 那沒辦法 因為他這個賽制 因為他又不會同一時間踢多早比賽 所以你就變成後面那些有好處 法國就是今屆的主辦國 有一個球員 就是阿娜斯里 又沒有份 但是看到他挺有辦法 其實不踢球都可以 他認識了一個 這個歌手的名字 我怎麼讀 我不太認識 是吧 一個美國殿堂級的歌手 有一個女兒 Tionel Richie 對 17歲的 已經被阿娜斯里混合了 他爸爸有2.15億美金的身家 一年就用7500萬美金 他爸爸有2.15億的身家 關女兒什麼事 可能會給他吧 我想告訴你 交遺產稅 在美國交死你 2.15億的身家 你起碼要交1億多的現金遺產稅 在美國 先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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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而且你要抬起1億多的現金 你才能夠收到那些東西出來 所以你不偷過美國妹 他有錢未必有用 最重要是他有錢 可能他未死前先給他 沒有 你知道美國可以追到你暈的 即是他未死前可以給嗎 除非他爸爸未死前 買一份超級無敵大保險 你留意 為何美國富豪 什麼標機 都說捐掉了 50%多 被迴差稅給死你 50%多 捐掉了不億你 不要搞 你反而是這樣的 不要搞我 爸爸現在香的時候 大保險 每人一億美金保險 夠你們用 你是現金 保險賠出來 但是你所謂的遺產 你要套現他做現金 才可以取得到那塊遺產 所以你說二億幾 不能直接過戶 是的 所以你覺得關於什麼事呢 除非你準備取一億 跟他屬遺產 那就是接手他的生意 是的 可能有其他年代關係 做了一個座馬 都是有好處的 起碼現在有錢要花錢 他自己本身也貪錢 當年阿仙羅的時間 大家在阿仙羅的時間 萬成就高價 是現行部隊來的 是的 高價買他 但是二點幾億美金 不是很多 可能他有其他東西 然後為了錢 那時候年薪 他也不少 840萬英國年薪 當然 他也為未來打算 他踢球 不是賺了一輩子 很多人都說他是孤兒子 那女兒也挺傻 那就是本事 我覺得你的男人 應該跟他學習 又有錢 做了孤兒子 還要追女兒那麼傻 他不是在衛衣 他不是小小豬扒 你還要瘋了 現在是那麼傻 男人不該學一下人 做軟飯王得那麼開心 他真的少有 開心風流的軟飯王 我這個人物點 除此之外 其實這個球壇也有軟飯王 以前AC米蘭的前鋒柏圖 當年打的時候 他就追求了老闆的女兒 芭芭拉 正所謂十幾歲出道 18歲來到AC米蘭 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也曾經為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就不去巴黎四日耳門 真是在球會 哪有人欺負你 性無奴 老闆的女兒 但是很可惜 好境不償 他傷了一段時間 經常都沒得出之後 他還被人賣走了回巴西 結果也和女兒分手了 真是人材兩失 這些例子 沒有人材兩失 你也探過用過 即是威過 曾經威過 威過談過用過 你沒得說我 我只能掛自己 你沒用 一傷極都不好 但是不要以為 偷老闆的女兒就沒事 這個就不是老闆 當年有個前鋒叫沙霞 他在水晶宮的時間 就轉去曼聯 在2013年 費Sir還沒離開的時間 其實已經買了他 但是就叫外借過去水晶宮 打完那半季 之後那個人就正式過去 這些混蛋上鎖拆船 費Sir就退休 換了一個領導叫莫耶斯 原來這個三下曾經搞過他的女兒 然後他爸爸就很不喜歡他 結果他在那季 整季出了四場 那我明白莫耶斯現在被人解僱了 一個這麼帶著私心的人去領兵 不懂用人才的人 那活該被人解僱了 那他是趙元宋的姐家 還是真的做女朋友的姐家 那我就不知道 趙元宋的姐家也不關事 那你可能做完女朋友 對女兒不好 是不是才回來哭 我還說這個世界 你吃人人吃你 即使對你的女兒不好 不過莫耶斯 都不是一個大將 不是一個領軍之才 他有解釋的 他有解釋的 沙夏的身體質素不錯 速度都不錯 但是技術就差一點 也有些毒食 但是你出了四場 你怎麼看這麼多呢 沒關係 所以你不是解釋了 莫耶斯的炒友嗎 但是他真的明白了 還是不能回到馬亂 另外 阿根廷 剛才有說過的人物 阿古佬 他曾經也是 馬亂當娜的女婿 女婿 之後離婚了 原來那個小三 是很特別的 小三就是 當時 馬亂當娜的母親 離開了 很傷心 他沒有老婆 女兒就介紹了一個朋友給他 想著可以安慰一下他 誰知道最後做了阿古佬的小三 最後跟他在一起 跟他老婆分手 結果馬亂當娜生氣得 喝醉酒打人 但在街上 隨便把盧雲尼打 以為是阿古佬 他不是打阿古佬 阿古佬 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他不叫阿古佬打 你老馬發火對著我們有勇 阿古佬現在仍然當打 你走都沒有救人 你走吧 肥佬阿叔 阿叔 打人被人反了 阿叔 你現在跟阿古佬打 阿古佬一輩子離開了 你追不到 馬亂當娜 你以為以前嗎 他可能當時是馬亂當娜女婿 自己踢得好 可能順風順水一點 但是 都是不愉快結尾 所以有時候 你不要以為 溝到老闆的女兒 投王的女兒 可能會害你自己 不害你們 軟飯那麼容易咬 要吃得起 我覺得軟飯 基本條件 那女兒一定先不碰 好像娜斯利這樣碰 我覺得已經沒有心理障礙了 非常愉快 希望他可以更多 因為他未來都沒有什麼景 我都覺得 球會國家隊都沒有 也說一件小事 在瑞典有一場預備了比賽 有一個球員 剛巧在球證面前放了一個屁 然後球證給他一張王牌 然後他兩王一行就趕了出場 當然球員就說 怎麼放屁啊 球證是不是收錢的 正常生理需要的 球證好笑 我認為他是蓄意挑撥 不是挑撥 我想問球證是不是收錢 是預備組 是瑞典聯賽 是瑞典的預備組 因為球證經常都看到這些 他曾經給一個王牌的球員 他場邊窩裂 場邊窩裂 你也有證據 撥一個空氣就這樣 被風吹走了 和你一撥 你那裡有一種尿 球證很敏感 這個也是 他可能有些心理掌礙 他可能有些心理掌礙 以前加斯居人也試過 有一次 不是放屁 他是在蘇格蘭踢球的時候 以前英格蘭的加斯居人 有個王牌掉在地上 他很喜歡玩 拿個王牌 然後就給個王牌球證 球證給你 然後球證拿什麼 立刻給他 這個真的很好笑 這個 真的挑撥的 譬如朗尼那些 拍手 這些真的挑撥 或者 美洲班又說 罵球證 又說12萬 沒有啊 發生過 真的沒有人罵 真的有嘴巴 至於英超 原來真的對他們有效 可能真的放到英超 然後沒有人再罵球證 除了中國人要管 還罵什麼人都要管 中國聯賽都要不可以說髒話 中國人多喜歡說髒話 英格蘭 現在叫做好一點 以前是狄肯來的 我跟球證 整個分了我們 很好笑的 90年代的時候 可能真的可以 去所有聯賽 這條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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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美洲杯完了 歐國杯就放了 我們接下來 都是這方面的 其實很可憐 其實很可憐 為甚麼 要說到三點鐘 對 我們開始做功課的時候 沒有料很可憐 你沒有幫我踢就沒有料 所以現在 就開始踢了一點 對 到現在 這些是更多話題 始終到淘汰賽方面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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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